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吃起来算QQ的 就是有一种就是蛋饼皮 然后跟蛋一起混合在一起吃的感觉 但是口感还蛮好的 大家来到这边除了点这边的粉浆蛋饼之外 还会点旁边的这个笋包 而且旁边这个笋包真的是非常划算 因为它是铜板酱 但是你看它笋包是超大一个的 打开来里面全部都是竹笋 老板也都是现点 现煎 现做 另外来看很多老饕在这边也会点这边的咸豆浆 咸豆浆里面还有一些油条 有些人吃不够还会再加一点油条 适合比较重口味的朋友 另外刚刚也有这边老饕有讲到说 来到这边必点的就是这边的油饭 因为有些人可能很晚来油饭都没有了 所以很多人在第一时间来这边 就是为了要吃到这边的油饭 那吃饱了天气方面一起来关心咯 很多人都在想说这个树立机台风 到底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周末假期 目前来看它还是轻度台风 但是未来不排除它处在的环境很有利于它的发展 不排除有机会变成是强烈台风 但是大约是到了礼拜天下个礼拜一的时间点 它受到整体西风带的导引 所以它就会开始向北的大回转 暂时对台湾是没有一些直接性的影响的 所以大家想说这个台风是不是可以为水库解解渴 其实比较没有机会 那现在的水情还是持续拉紧暴 像是德基水库几乎已经快见底了 鲤鱼团增温水库的蓄水量 只剩下了8%到11%左右 很多人都在问说 到底什么时候中南部才会下雨 可能是要等到物约的梅雨季 才比较有机会 所以大家还要再忍耐一下 今天的各地天气也帮大家统整 北部地区东半部 今天还是受到东北风的影响 所以那池式偏比较湿凉 温度上面来到17到26度 还是有2成到4成左右的降雨之率 至于在未来几天的天气 也帮您做个统整 北台湾大约是要等到整体的礼拜天 受到高压回流的影响 那白天可以看到太阳露脸 高温我们回升到了26度到30度左右 那中南部还是一样 一直维持晴时多云的天气 就温度上面表现的话 这一次北台湾的东北风 影响大约是到礼拜六的清晨 那礼拜天刚刚提到了受到高压回流影响 白天高温可以来到了26 27度左右 而且这样的好天气 会一直持续到下个礼拜一礼拜二的时段 至于在中南部地区 白天同样可以太阳露脸 那高温都是来到了30度以上 不过清晨晚上时段 低温只有19 20度 所以早出晚归要记得 加一件薄外套在身上 column並不一定延防 通过 人 孤